主赛犯唐顺旗 这一场比赛呢 他后来的同胸1比0来自摸比亚 摸比亚新赛季中超的第一场首发 只是他进两个赛季第一个中超进球 沙海申花角球防守失守了 李肖邦的经典角球战术 再来看一下 两个人把他打掩护 其实摸比亚这名球员投球非常好 他跳得非常高 这个球呢申花的中卫约尼奇被阿金挡在了身后 摸比亚高高跃起 温家宝再起一球 右侧没有阅位 莫里诺一对一 出路两点接应 莫里诺内先 好角度 调整一下 再来一下 打门 门将从进门柱解围的出来 曹云定好球 无锡 再敲 护顶区彭信力再传反角 有机会 莫里诺再来一球 这场比赛莫里诺第三次射门了 这场比赛深花第二个角球 进去里边摔倒了 双晓动作 点球 点球 比赛第三十一分钟 主赛判唐顺琪判罚点球 采判说你出进去该罚了 摩比亚的意思 你赶紧看这个视频入里采判 确实摩比亚跳起来 失去了重心 给对方压倒了 你这个球确实从客观角度来讲的话 在他启动的一瞬间 你是有额外的加力的 导致他摔倒 金星域 看看 助跑 节奏并不是特别快 金星域射门 打中路 还是很坚决 打在球门中路 将比分搬成一比一平 这个球呢 完全骗过了门将董春雨 这样的话金星域收获了他本赛季第一个进球 才要和彭信丽俩人还聊呢 升华的球迷还在用手机看实时的回放 看这球怎么进的 其实武汉队不要受这个点球影响 其实他比赛从开场到现在 其实打的还是不错 打这个球呢 确实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至少武汉队是这么认为的 他应该给牌了 他应该给牌了 这个比赛已经完全失控了 几次关键局的判罚 他没有控住场 已经完全失控了 这个黄牌是 就前边的这个附带关系啊 导致这张黄牌的出现 再瞬到二打一边 他直接折门了 为后卫挡掉 还有机会 脚下很灵活 再切 找角度 打来一脚 门将反应很快 再射 冯小婷出脚更快 将球踢出了进区 那这个半场应该 应该时间差不多了 打了一脚长的 好的 赵明健事业很好 莫雷诺这个机会 停到进区里边 被铲掉了 非常关键的一次防守 身后这边进攻 已经推进到了对方的 虎顶区 头又没有人了 调整一下左脚的是门 打在中路 被门将董春雨拿到 试打李晨的试解播远射啊 得分 再看好交流人的反击战 三打三 看黄子昌 能不能把球传好 黄子昌再等队友 给要算 一对一的机会 踩个单车走外线 再打 打在那边往上 方浩 好 又是左路啊 这个机会 曹云定 曹云定个人能力 曹云定走外线 后 注入两点空了 机会无限调整 再架炮 左脚直接升 进了 2比1 腾信力 接到无锡入谷 左脚低设 圆角得分 上海神话队2比1 将比分反超 这还是要有边路的突破之后 这中场两个后腰前插 完全无人盯防 两条边路继续保证反击的效力 看下这个球 你看 后腰呢 后腰呢 后腰 后腰没有人了 对呀 一个后腰就没有 对 田一农赛 收得太深了 对 叶冲秋去哪儿了 然后另外就是廖军剑和这个蒙比亚了 一个后腰防对方的两个前插的中场 这个完全防不住的 正好是打了一个二过一的配合 彭西利左脚低设得分 原地转身 给右侧没有阅位 莫连诺 再传狐狸区域 远射的机会 打一脚 有折射 来自彭西利的右脚射门 看看这个球 团到后点 二点球控制不错 有机会 田一农的射门 打飞了 有进去的机会 左脚射门 刚过78分钟 3比1 巴索哥闪击战 这个球能后场的一次任意球 石化队快打过来 看一下 好快发 是一个快发 没有阅位 安德里安 对 非常聪明 这就是巴索哥的特点 他上来替补 就是要他这一下 在领先的情况下 在对方防线大去压上的情况下 靠速度 哇 这个球啊 赵宏林还铲到了他的脚踝上 动作也很危险 没有问题啊 至少在上五场比赛里边 他的排兵布阵 他的临场应对 是不输韩国队 诶 这个动作比较大 赵宏略要吃盘了 红盘 赵宏略吃到本赛中联赛第一条 红盘 哦呦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就吹到没有任何问题 赵宏略这是一个 少林飞腿动作 直接踹到了巴索哥的膝盖上 这个红盘不为过的 这种球甚至都有可能要追加停赛 因为他是可以收这一脚的呀 大家都是吃这碗饭的 这个有点砸人饭碗了 但是巴索哥应该是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 希望他不要有大事吧 呃 单架直接进场 没有接受检查 直接进场 应该这是一次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情况 金星玥第一下没传 再给 给能不能传中 余汉超 再给 没有 杨旭再零 再机会 被绊了一下 主三万唐盛奇 终止了这场大战 最终上身花的是在先丢球的情况下 3比1完成比分上的逆转 对 有点 对 好 有一点 对 我 还是 要 好 对 我 还有 是